你帮我出个主意 丽莹良发现了我和她的关系 要对她下手 她现在不方便再出门露面了 她一直待在家里 弥太太恐怕会继续虐待她 我有个好主意 不 我不干了 你别跑 你回来 你别追了 在这儿完事呢 别追了 最后一点点 你让我换完吧 别别别 别追了 站住 多大人了 害怕这个 你看你也知道 我其实年纪很大了 没事 你看着年轻啊 那好歹我也是报业大和海东名流 我体面了一百多年了 你让我做这种事情 这成何体统啊 不是你要的一劳永移的方法吗 你看 这多好 咱们做人的 就想着做人的法子 丑了自己 咱复分了米娜小姐吧 可 可你这也太丑了吧 别啰嗦了 再啰嗦天都要亮了 你画不画 不可能 沈先生 是你吗 沈先生 是你吗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 他又打你了 他昨晚喝多了 但我学着躲了 嘴上得不撞 我答应过你 让你无后顾之忧 结果因为我的原因 让李英良找上了你 我没关系的 他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如果我们继续见面 他还会继续找你 你会很危险 我会想办法 让你母亲不再为难你 以后 我照办理跟你继续去 沈先生 你是在跟我告别吗 这是暂时的 我想让你过正常的生活 就必须要先解决一些事情 可对我来说 这就是正常的生活呀 这不正常 米兰 没有谁会日日处在危险之中 也没有谁 会一直被自己的母亲打骂 我不怕 但是我不能 Agency WFA 能不能再返骂 部门 根本不三 杨akat 这是俄 AAA 我绝得 rental 沈先生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不要再被坏人打伤了 我答应你 一定好好活着 多保重 你母亲的卧室在哪里 二楼 好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去跟他好好谈谈 你快去睡觉吧 去吧 快 подожд了 你快去睡觉 快点 我去睡觉 你吃热闹 我来 你吃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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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米家的祖爷爷 你这个恶毒的婆娘 做了什么措施你知道吗 你日夜折磨我们米家的子孙 我今日还婚过来 就是要娶你的狗命 我嫂子 我嫂子 恋你是我们米家子孙的亲娘 你若是有悔改之意 我可饶你一命 我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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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日后若敢再犯 我便带你到米家的列祖列宗之前 受缺迟地狱之苦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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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不敢了 我把手折磨了 我怕你死了 我怕你死了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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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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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追都会使 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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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好 看看开玩 好 看看开玩 好 看看开玩 拜拜 你和丽叔叔有仇吗 丽叔叔 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救你那天晚上 回去路上遇上了他 是他送我回家的 我和他是有仇吗 那晚要杀我的人就是他 你不害怕 他杀你 是在我认识你之前 与我无关 现在我认识你了 以后我就不会 再让他伤害你 真勇敢 谢谢你保护我 巧妮 对了 我帮你报了何创官 过两天带你去 认识认识通宁的朋友 嗯 谢谢你 沈先生 我帮你 太太 大小姐回来了 谢谢 来 小姐 我们上楼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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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先生 要不是您隔三差五的派人送信来呀 我都以为你要把我女儿拐跑了呢 米太太 沈某有句话想说很久了 您说 生而不养父母之罪 养而不教父母之祸 米兰虽然是你的亲生女儿 但她更是个人 你不应该由着性子随意打骂她 所谓适渡情深 畜生尚且明白爱怜护子 而你却不知道这个道理 谁泡的茶这么烫 我严禁于此 你若是不听劝阻 我的报纸 可不是指曝光池山英的事 你和米老板的矛盾 我略有耳闻 但我想 米老板应该不想家里的丑事 公然见报吧 filament 幻想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来教训我 米兰 米兰 大小姐子 行了 你个小东西 还想叫反的是吧 你别以为有沈志恒跟你撑腰 你就了不起了 你等你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把门给我开开开开开开 你有本事躲在里面 你有本事你出来啊你 你别以为你在里面不出声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你等你出来的 把门给我开开开开开开 行 你给我等着 我说你眼瞎了 你耳朵还聋了是吧 少家能给我装可怜啊 都是你自找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是吧 来来来 快去吧快去吧 快去 娘等你回来啊 敏兰 陈先生 没问题吧 这不是你该插手的事情 我就是想 他总是要找人来给你传话的 与其是别人 还不如是我 至少 我不会和他一起骗你 你说得对 他总是会找人来传话的 不找你也会找别人 可你答应了他 他就会知道 你在我这儿说得上话 他很聪明 猜到那一夜是你救了我 他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将来还会继续来找你 甚至拿你来威胁我 我不会让他拿我来威胁你的 我以后不去学校了 我就躲在家里 他总不能闯进家里来找我吧 但我不想你这样 我想你能出来好好感受一下这个世界 它很美好 充满了希望 我知道的 原来我躲在家里 是因为无处可去 可现在我躲在家里 是为了帮你 一样是在家里 心情不一样 我自己是愿意的 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家里不方便就出去打 杂货店 咖啡馆 凡是有电话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借用 给他们点钱就是 我刚刚就是借在咖啡厅的电话 嗯 真棒 出院前给你的钱都藏好了 嗯 藏好了 过来 哭着回去 就当我方才骂的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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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嗯 怎么哭了 还真是一点就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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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